大家好,今天是10月6号周五,又来到了美洲华尔街下周预测专栏节目 那么今天这个市场是非常的动荡,让大家看不到,是看了非常的吃惊 整个三大指数也创下了应该今年2023年8月以来一天最大的单日的涨幅 那么很多朋友问为什么今天这么糟糕的,应该说非常好的就业数据 但是引发了市场对于美联储继续加息或者造成这个金融状况更加糟糕的这种预测的担心 但是大盘却出现了一个低开高走的走势 那么我跟大家讲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已经连续跌了8周了 这个如果是看一下这个标普的这个日K线 或者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中K线,我们是连续跌了5周了 已经连续下跌了5周以后呢,今天出现了一个反弹 这说明呢,这个市场呢,已经是暂时出现了一个利空出境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就给大家预测 我说这个大盘呢,将会是一个低开高走 所以呢,这个呢,我就是也是在这里呢,跟大家吹一下 但是呢,不得不说这些都是咱们的这些案例都在这里 我说非能数据高于预测,油价大涨,股指先跌后涨 股指先跌后涨 那么今天这个大盘涨到这个位置呢 然后呢,我就预测这个暴跌之后呢,我是先是做空 因为我是在开盘的时候呢,我先去做空了这个大盘 然后呢,我说这个大盘呢,将会迎来二浪级别的一个大涨 然后呢,我说这个位置呢,上涨目标在4353 大家看到吗?大家看到吗? 今天的最高点是多少?4358,只差了5个点而已 因为今天这个开盘之后呢,整个的大盘呢,出现了一个怎么样 暴跌 有的朋友问我,这根线到底是散户做的,还是机构做的 为什么这么离谱 那么因为这个数据呢,非常吓人 因为整个的华尔街呢,今天的预测呢 总体呢,最高的话也就是 这就是昨天我给大家看的这个整个的华尔街的预测 华旗集团的预测呢,是24万 结果出来呢,接近30万,33万左右 那么这个数据呢,非常的吓人 但是呢,今天的大盘呢,有一点意外 就是他走到这里呢,出现了一个反弹 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杀进去啊 因为这个趋势来讲的话 整个的大盘呢,已经走坏掉了,对吧 走坏掉了 那么大家这个,焚着这个,焚高做空啊 趋势向下,很有多长 下跌有多深的这个道理呢,来这里做空啊 结果呢,一波就拉起来 那我还是跟大家讲,因为整个的市场呢,已经跌了整整五周了啊 今天这一周呢,是第五周了 所以整个大盘呢,出现了一个决定的一个大反弹 啊,然后呢,这个大盘呢,走出了一个大三浪的一个走势 那么周,下周一呢,是美国的银行假日 啊,所以债券市场依然是不开市啊,不开市 但是呢,我们在回调之后呢,可能还会走出一个新的高点 然后呢,再走二浪的回调 啊,那么走到这里呢,我觉得呢 这个大盘呢,是怎么样的走势啊 来跟大家说一下,对于下周的走势 因为这一周呢,我曾经改变观点 我原来是说做多的啊 我们有一位朋友呢,他在问 他说这个上周呢,只有一位老师说是整个大盘是看跌的 是哪一位老师叫什么名字 那么我就回答一下,是杰森老师 杰森老师这一周呢,是看跌的 但是不幸的呢,其实本周呢,还是看涨 啊,还是涨 你看,你看今天这周,今天SPY涨了2.08 啊,整个是上涨了0.18 啊,那么上周呢,我是预测是涨了 啊,是不幸严重 但是呢,我在周中的时候呢,我说要看跌 结果呢,整个大盘怎么样出现了一个 啊,低开高手的走势 那么,啊,老王呢,被打脸了 就是反指啊 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呢,就非常非常难以预测 有的,有的,有的,有的小伙伴呢,就跳起来了 啊,有些跳起来 所以我跟大家今天讲了一个笑话 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黑色幽默 我说皮带哥呢,呃,许家印呢 呃,他如果说今天来做这个大盘,他会怎么做 啊,有人称许家印叫赌徒许家印 对吧,那么我个人觉得呢,许家印一定是呢,先是做空 后市做多,然后咱们的APEX的挑战上和所有的啊 啊,注资账号的挑战上,他都一腔而过啊 啊,所以这个啊,呃,许家印财大气出 就是炒单边的,是吧 对,这个呢,我就跟大家讲了一个笑话 那么从这个大盘的走势来讲 讲啊,我已经在这个盘中呢 已经跟大家做了一个比较详尽的一个分析哈 我说这个大盘呢,从这个今天的这个走势呢 很明显啊,昨天的呃,最近的一个低点 4236点或者33点这个位置 标普500的期货呢,是已经建了一个短期的底部 今天大家有一个错觉啊,今天大家有一个错觉 以为说,哎,啊,这个大盘你看 他一定要去创新低的啊,然后咱们炒 这个也是我原来的想法 想不到呢,他今天没有去创新低,对吧 你看他没有去创新低 他4235,而且呢,这个是有点延伸了啊 那么我认为到下一周呢,是非常难讲啊 如果说,因为咱们的十年的国债利率呢 还是在多少,百分之 啊,接近百分之四点八七 非常非常的高 而且从这个走势来讲,只是一个技术性上的 你说这是short squeeze 还是技术上的一个反弹 那么 下周呢,我认为 这个哥大盘呢,还是偏向于 看跌 啊,还是偏向于看跌 啊,我是坚决的看跌啊 因为从这个走势来讲的话 这是一个跌升的反弹 但它代表一个,如果说咱们是这个三浪啊 走到这个三浪,一二三 走到三浪以后 这是一个A,B,C,四浪的反弹 那么四浪的反弹呢 你说可以反弹到多高啊 达到442这个高度,也是有可能 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这个美国的国债利率呢 现在还是接近4.77左右 我还是偏向于看跌 啊,我还是偏向于看跌 还是保持我继续看跌的这个观点 啊,而且咱们这个SPY在这里呢 也有一个缺口 那么又来到一个惯例呢 就是我们对下周的股市呢 进行一个分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个的市场呢,怎么样 这个QQQ啊 它的反弹呢,也是比较深的 今天呢,它可以说比标普呢 涨得更猛烈一点 大家可以看到今天这个纳指呢 只涨了1.68 整个的标普期货呢 只涨了1.18 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标普的 啊,就是对不起 QQQ的走势 这个缺口呢,今天已经补掉了 这个下跌的缺口已经补掉了 那么从这个走势来看啊 我们今天恰恰打到这个位置 对吧 所以总体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浪 QQQ,第二浪 第三浪 这是第四浪 那么第一浪的阻力呢 就在这儿 啊,所以下周的这个阻力呢 就很明显第一浪 第二浪 第三浪 第四浪 这个第四浪和第二浪 方向进行一个搭配 这个还是一个四浪的反弹 然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标普 标普呢,也是这个五浪的下跌 下跌以后呢,走出了一个四浪 四浪的反弹 但是这个呢,有点有点怪哈 咱们再看一下DIA 啊,DIA呢,也是第一浪 第二浪 第三浪 然后呢,咱们走了一个 而且呢,这个第三浪呢,已经是创出一个新低以后呢 今天呢,到此呢,创出一个新低,拉出来 拉出来 啊,所以下周呢,可能会微微走 但是还是一个下跌的走势 我认为大盘并没有改变啊,下跌的趋势 有的朋友说,下周要爆拉,爆炸 啊,那我就会继续的逢高做空 我今天没有去做 我今天没有去做多 啊,我是,我是谨慎做多 但是呢,没有挂单,没有挂上 啊,这是今天的这个DIA 然后我们看这个IWF 就是Rossel 啊,Rossel的话,我们看到 他这个,这一波 一,二,三,四,五 然后咱们走了一个 怎么样,A,B,C的反弹 那么这个可能呢,他这一波下来的时候呢 他走的比较凌乱一点 啊,他走的比较凌乱一点 也是这个大三浪的下跌 那么这个浪呢,有可能要数一下 一,二,一,二,什么,到这里三,四 这个还是大三浪,还是五浪的下跌 啊 我们来说一下NVIDIA NVIDIA完全是在一个ZIGZAG的走势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A,B,C 啊,走完C浪以后呢 这个A,B,C 啊,整个整个的走势呢 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凌乱的 啊,具齿型的一个调整 而没有任何的趋势 啊,可以说这个,嗯 这个NVIDIA呢,可能是一个横盘 啊,应该说一个横盘 那么做NVIDIA的散户呢 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少 做特斯拉的朋友 啊,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 特斯拉呢,在周三的时候呢 周一呢,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整个的市场啊 周一的时候呢,高盛呢 是对特斯拉呢,呃,就是对NVIDIA提高了买路啊 买路的评级造成NVIDIA周一的大涨 特斯拉呢,是在周三啊 因为IBD的推荐呢 引发了一个短线的一个short squeeze 啊,那么特斯拉它这个走势呢 啊,现在呢,我不能说是四浪的反弹了 啊,因为它这个四浪呢 已经把一浪给跌穿了 啊,那么现在这个你可以说啊 这个可能是overlapping啊 这个,这样的一个走势啊 这样的一个走势 但是这个四浪实在太长了 啊,这个一二三 啊,这个就不大像 一二三四五 这个可能是大二浪的一个反弹 而且特斯拉呢 本周的业绩也要来了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原因 今天这个市场上涨的原因呢 是因为这个业绩的高峰呢 将才下周开始 包括首先有这个银行股带头 对吧 然后周四呢 我们还会迎来非常重要的CPI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 特斯拉说完之后呢 我们说一下Meta 因为有很多朋友呢 持有这个Meta 他们会说为什么是Meta 有什么好消息啊 为什么涨那么多啊 那么Meta一直在这个大盘的反弹当中呢 领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领先的一个指标的 一个股票 那么Meta呢 最近在他的任宇宙这个部门呢 实行了一个裁员 我个人觉得呢 可能还是对他的业绩的预期 以及对他裁员的 这个消息的一个积极的反应 那么这个大盘的走到这儿呢 这个不断的一个走高 不断的一个走高 我个人呢 我认为啊 这个我无法去做这种股票 因为这个 我说句难听的 这个除非你不设止损 硬扛 那么我觉得这个走势来讲的话 他这个ABC没有走完 他还是一个A B到这里 还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怎么样 一个大二浪 在这里 如果说大盘整个还要下跌的话 他这个就是一个大二浪的熊市反弹 熊市反弹 那么这个这个结构呢 还是在这个区间里面交易 谷歌也是同样的 谷歌最近呢 也是涨得非常的多 一方面他是这个 就是AI 或者或者Meta 也是一个AI的股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谷歌的这个下跌之后呢 反弹的非常非常的深 所以我跟很多朋友讲 你要么就做投资啊 就放在那里不要动 就好好研究公司的基本面 选择定期定投 如果你不设止损 那么今天涨子拉回来 我个人认为 这个也不是一个 有纪律的一个交易员的一个做法 这个谷歌呢 出现了一个超跌的反弹 我们再来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的话 我们也看到 这个亚马逊的 这个和大盘走的差不多 走到一个ABC 稍微比大盘弱一点 走的比大盘弱一点 我们再看一下Netflix NFLX 它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弱 走出五浪以后呢 它可能有一个跌升反弹 但这个股票实在实在是太难 我们再看一下AMD AMD本周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反弹 那么也可以说是 这个大二浪的反弹 一二三 然后呢 走到这个ABC 走到这个ABC呢 它又走了一个ABC的反弹 是无章的 我们看一下SOXL 对吧 它也是这个和大盘走的差不多 只是比QQQ要弱一点 因为这个没有 没有拉上来 还有一个股票就是 AVGO 对吧 就是Brock 那么Brock 也是走的和大盘差不多 走的比大盘强一点 所以中期来讲 我们可以还是和大盘呢 还是做大盘的次数 相对来讲 做QQQ 做NASDAQ 或者像我一样 做标普 会走的比较好 那么大家如果喜欢老王的 这个直播间呢 欢迎大家加微信 我的微信 已经贴在右边 Chinese FM2022 然后电话是8009588561 咱们的这个课呢 也上得非常非常好 今天上了一个AI的 今天每一天呢 都我们周一呢 讲这个价格的趋势分析 用约翰莫菲的老师的课 我们来研读他的课 然后周二呢 是蜡烛图 周三是Chat Pattern 周四我们是免费课 周五呢 是讲AI 每周都有啊 欢迎大家这个参加我的直播间 在此呢 祝大家周末愉快 拜拜